帮大家少走弯路 科学 高效地做好营养性生酮 KidoCN 七栋大院 今天我们其实 就聊一些比较开心的话题 大家最近几个月都是怎么过的 然后在家里操作的怎么样 如何 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 可以跟小孟老师一起探讨 也不一定非得是生酮的 反正想到什么问题 咱们都可以聊 因为咱们将来 对于一些比较深奥的一些 科普的一些内容 我们 专门挑时间 对单独个别的朋友 去单独的聊 对更多的人 我们聊太多枯燥的内容 大家不爱听 这也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 因为最近 不能说太多敏感词 医疗用语 这个是不行的 除此之外 还是可以聊的 所以更多的 还是给大家做一些 经验的一些分享 然后再来挖掘一下 将来大家在生活中 有没有什么需求 小孟老师可以做一个中间人 去完成这些任务 然后不一定 我将来一定要通过什么科普 一些什么动作来完成 比如说我商业上的收入 我可以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所以把我的专业知识 用到咱们日常的生活中去 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谢谢你啊 后里皇 那个我看到你留言说 你自己好像去年是减了7公斤 对不对 我记得你好像是 在湖南的时候 你也跟我说过 那个时候好像是减了多少公斤 5公斤还是多少公斤 总之我觉得你的 你的这个进步是 一点点的显现出来了 叶子你说你出国16天退投了 叶子我是不是有你的那个小地球 是吧 我是不是加了你的那个绿色的小软件的 我有看的你好像是在国外啊 后里皇你也退投啊 好好好 那个怎么办呢 这个有时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那个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是退投了 那就想办法尽快的回来 咱们呢放到以前 小孟老师可能就会 显得这个不食人间烟火 但是我发现更多的朋友 可能还是比较佛系一点的 没关系啊 就是人生得意习近欢 对不对 但是我是不希望大家长得 长得太那个啊 体重变化太大 因为我自己过年的时候 其实也长了大概有 两公斤的样子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因为我是从去年12月底的时候啊 去年12月底 我去咱们宝安的那家医院 我去做了一个体检 做了一个详细的体检 那个时候 体检大部分的指标是OK的 然后唯独就是我的尿酸有一点点高 然后呢 同型半肝胺酸呢 不算是特别低 它是大概是在八九的样子 但是我们理想当然是越接近于六越好嘛 所以我从12月份往后呢 就开始自己有在主动的多吃一点点维生素C 放以前我一天只吃200毫克 然后后来我一天吃1000毫克 也没有吃特别多啊 然后再到后来我把维生素D 从以前的5000单位换成 一万单位 我就打算最近这几年再去测一下 再去医院 再去看看我的同型半肝胺酸啊 我的尿酸有没有降下来 因为当时也是跟我们那边的 医生乔博 我们也讨论了一下 我们说这个同型半肝胺酸 还有这个尿酸 为什么没降下来啊 然后他考虑是抗氧化环境的问题 因为毕竟我的生酮已经好多好多年了 不至于是因为说什么 没有适应同体代谢啊 或者说同体过高啊 或者什么的 当然我自己后来也查了一些资料啊 如果说大家平常比较喜欢喝咖啡 再一个就是说 如果大家平常吃的蔬菜啊 或者说那食物中 叶酸的含量不是很丰富 也就是说你的叶酸的代谢 受到一点影响的话 叶酸摄取的不足 那么因为叶酸是 跟维生素B12 跟一些其他的一些 呃 维生素 它有一个循环 三个循环 三个圈圈 呃 然后它能影响到我们的 叫做 同型半冠酸的最后的产生啊 如果说你的叶酸代谢有点问题 它就这样 之所以咖啡也能影响到 呃 同型半冠酸 就是因为咖啡 它也能影响我们的 啊 对叶酸的吸收 或者说 因为我们喝的咖啡 如果很多的话 我们排尿增加 也会让我们血液里面的 很多的叶酸给排出去 啊 所以间接的让我们身体 叶酸有那么不足 所以你的同型半冠酸 会慢慢的往上升 但又不至于说 呃 像一些真的是有这种 呃 吸脑血管风险疾病很高 那种人 那种人 他们的同型半冠酸 可能要到15 16 甚至20多 上次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说 他 有一个新疆出差的一位 新疆的一位朋友告诉我 他一个比我还大的 一位大叔啊 他 说他之前 那个糖前 然后他的同型半冠酸 就来到了大概20多 啊 现在通过一年多的 嗯 做低碳生酮 就已经回到正常值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就是 首先 这个同型半冠酸高了 你不要特别焦虑啊 再一个就是说 你把饮食 影响叶酸的各个方面都做好 一般来说都能解决 然后同时你做好低碳 或者是生酮 再一个呢 如果说确实有些女生 她不爱吃蔬菜啊 然后呢 我们又说做生酮 很多水果也不吃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说有一些抗氧化的一些物质 从哪来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就去 多吃点 文字素C 丰富的一些食物 就像小包老师一样 平常 喝一些柠檬水 哇 柠檬水可能不 不够的吧 那光喝一颗柠檬不够 有些人给你喝两颗 啊 或者说你在吃 稍微气量大一点的文字素C 这样子都是很廉价的抗氧化 但是效果又非常好 对吧 我们的文字素C 呃 成年人一天最多两克 也就是2000毫克 太多了呢 它会增加你那个得 这个圣结石的一点风险 但不是说所有人就一定得圣结石 啊 它是因为我们的文字素C 如果身体 它吸收不了之后 它的一些代谢产物 是草酸 啊 那个草酸就跟我们去吃那些什么 包菜啊 那包菜啊 还有那个菠菜啊 里面的草酸 它的这个化学成分是一样的 草酸是比较容易跟体内的钙 结合成为 那个 筋状 筋状物 小结石 但是这只是几率的问题 大家一般都不用特别操心啊 所以你吃个一克到两克 都还算是安全 啊 但是我 我说过 我之前咨询有些女生 她是 有些博主会告诉她 我说 说这个 文字素C 一次吃个 七克八克 每天 然后这样子就比较多了 那这样比较多了 好 刚才说了一些这个 同型氦胀酸 还有文字素C 的一些 一些 相关的一些内容 就是帮大家调节体内的氧化环境 同时 增加 叶酸 这样子呢 对降低 同型氦胀胱胺酸 有好处 当然了 这一切都要结合 大家要 去医院 去做一些适当的体检项目 这个 这样子呢 会比较理性一点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最多的都是 大家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去刷别人的博主的节目 或者是直播 然后别人博主推给你一个东西 你买了 完了之后 你没有跟踪 你不知道前面你的结果是什么 后面你结果是什么 就买了这东西有没有效果 是不是真的有效果 那个东西都是很值得商榷的 百合姐 你说生酮需不需要补充维生素B族 目前我是这样子的 我先说结论 我先说结论 对于大多数上班族来说 我说的是上班族 大多数上班族来说 也许适合一天吃一个综合的B族维生素 那么如果说你不是上班族 有条件能够每天买到比较新鲜的食材 那么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你是不需要的 是不需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自己是这么样体会的 因为我平常买的食物 不是最新鲜的 因为我经常都是买肉啊 买什么都是买完之后就放冷冻了 大家如果学一些营养学方面的知识 你会知道 这个肉或者是蔬菜 它通过冷冻 有一些维生素是会因为低温 它的活性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它会被破坏掉 那么这些维生素是哪些呢 一个是最容易被破坏的维生素C 这是这个叫ascorbic acid 你看它后面是一个酸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维生素B5 就是我们那个叫泛酸 它也是它叫panogenic acid 它也是个叫acid 也是一个酸 所以像这种酸性的维生素 它就特别容易在冷冻 以及在高温的时候被破坏掉 所以维生素C也好 维生素B5也好 它特别容易在-18度 你放到冷冻 那是-18度 它就完了 没了 然后如果你高温 它也没了 炒菜趴一炒 很高的温 油温一炸 C还有B5没了 对吧 相反 Thiamine也就是维生素B1 B2 B3 这些都还相对于比较稳定 所以你说B维生素它有很多 B1 B2 B3 B5 B7 B9 B12 我们刚才说的是B5是比较容易被破坏的 然后呢 B9是叶酸 它也是比较容易被破坏 它容易水 花 那你这个蔬菜放到 如果说你是快炒 就比较不容易被破坏 但是如果你一煮汤 或者说你放冷冻 再拿出来一煮 就很容易 只要是碰了水了 那么叶酸就会破坏的比较容易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 为什么说 现在我们城市里的人 特别容易缺叶酸呢 女生 是吧 缺叶酸 容易抑郁 是吧 容易这个情绪不高 甚至就是说 容易睡眠不好 一开始是睡眠不好 是吧 再往后就可能会往抑郁 情绪低落这个方向去发展 那么叶酸 不光就是说我们去吃蔬菜 因为蔬菜里面叶酸是最充足的 还有一个比较丰富的是动物肝脏 动物肝脏 咱们又要求你最好是新鲜的 是吧 像我们之前说 有些网上咱们去买一些 卤猪肝 卤牛肝 卤羊肝 是吧 这些卤好的 那可想而知 肯定是放水里面煮了好久 卤了好久 再捞出来 那叶酸基本上都流失了很多了 过了水就是比较 就影响就很大 所以按理说 新鲜的猪肝 那个叶酸应该是很 很含量是很高的 但我们又把话再往前推 对吧 这个食物的来源 很很考验人 对吧 如果说这个猪它是圈养的 是集中圈养的 几百头上千头猪 放在一个大房间里面 一个大楼里面 给它养出来 那么这种猪 我想它叶酸 肝脏的叶酸是含量不够的 然后我们在现在吃了很多蔬菜 绿叶蔬菜 都是大棚养殖 都是人工养殖 甚至水培 看起来很干净 很漂亮 但实际上它叶酸的含量 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记得 我经常看一些 一些咱们所谓的反动言论 看很多那些言论 别人会说 我们现在吃的蔬菜也好 我们的一些肉类也好 可能跟我们爷爷奶奶背 甚至再往前的那些 营养密度就已经下降了 所以如果说咱们爷爷奶奶背 每天吃个一斤两斤蔬菜 他们的营养 B族是OK的 我们现在作为成语人 去每天吃那么个 一斤两斤的蔬菜 除非是高端蔬菜 不然真的 我觉得现在的蔬菜的营养价值 已经不如从前了 也就是说你吃个一斤两斤 可能只顶得上爷爷奶奶那一杯 吃上个半斤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要从大家 自己身体的感受 来看自己是否需要 维生素B族 我去年咱们咨询的 有一些女生 她很明显的 比如说过去 她经常有抽烟喝酒的习惯 特别是喝酒的习惯 那么对维生素B1B3的需求 是非常大的 你可以观察那个女生 你可以发现这个女生 她说话的时候 她会眼珠子 可能都不会很集中的看着你 就是说她的神经 可能都 这个注意力集中的能力 都已经开始下降了 还有一些的话 就是有些男生 喝酒喝多之后 手开始抖 脚开始抖 这个时候也是要非常强烈的 补充温柔素B1 对吧 这都是通过表象来推测 然后像B2 那就是嘴角 口舟 甚至像大腿内侧 还有生殖器 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 它会有一些溃烂 长炮 这些东西 B2是这样子 然后B3 也是喝酒 更多的喝酒导致的 然后像我们说的B5 那你是长期吃素食 吃外卖 吃冷冻食品 B5是基本上是会缺的 然后表现出来 就是你的脚 你的脚会有 他们 就是会非常的红 很热 你啥也没干 你就会觉得脚发热 烫 痒了不行 这个叫 Burning Feet Syndrome 就是这个脚 就像被火烤一样的难受 所以B5 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B7就是有一些女生 她是会这种搬突 搬突 还有一些是手指甲盖 发软 上面会经常的 就是很容易 这种指甲盖一剥就剥掉了 就是B7是容易缺这样的 但B7哪里有呢 很少 B7一般就是只有在蛋黄里面 还有动物的肝脏里面才有 但是很多女生不爱吃这些东西 这是有 所以这女生就要反省一下 首先是结合自己身体的状况 是吧 我们再继续说 说刚才的B9 B9我们刚才已经说 一个是情绪低落 抑郁 是吧 或者睡眠不足 这个都我们刚才说的B9 还有B12呢 B12涉及到贫血 就是具有红细胞贫血 所以你要判断自己 是不是真的缺乏维生素B足 小孟老师刚才已经说了一条一圈的 从B1说到B12 你身体的哪些特征 哪些不舒服的地方 符合这些维生素B足的缺乏 的一些特征 你匹配了之后 然后再看一下自己 在饮食的这个结构上 有没有做到新鲜 有没有做到均衡 有没有做到红肉 动物肝脏 蔬菜 这些东西都在尽量的在吃 都是比较平衡的吃 而不是因为个人喜好 就某某样食材 你就压根不吃 只去吃什么鱼肉 鸡肉 豆腐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你对照 对比完了之后 你就应该知道了 我大概可能是缺哪几类的B子维生素 然后你再去有针对性的补 这样是可以的 你像小毛老师现在自己在家里 每天中午吃完之后 会吃一点点B子维生素 但是我只吃什么呢 B6 我吃维生素B6 就是像我说的 因为我经常吃的这个肉也好 一些肝脏也好 我都是会长时间冷冻 再拿出来做 我就知道 这里面的比如说B5B6 它都会缺 然后我还会吃一点点那种 就楼底下的那种 三块钱一瓶 五块钱一瓶 那种复合维生素B 那种复合维生素B 里面就会有 维生素B1B2B3B5 全部都有 然后我再单独吃一点B6 但是我不会吃B9和B12 因为我经常吃肝脏和鸡蛋 我也去体检的时候 我去查过我的 维生素B9和B12 我血里的维生素B9和B12 是充足的 B6是稍微少于 那个正常值的中值的 但是B1B2B3 一般我也是不缺的 所以我是着重的补B6 着重的补B6 其他的我都不怎么补 我不吃那些 复合维生素B都可以 但是我就补一下维生素B6 因为我知道我经常吃冷冻食品 如果大家也是像我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去着重去补一下B6 还有B5 然后你还可以再吃一点维生素C 因为你比如说你的蔬菜吃的不多 你柠檬也不怎么喝 对吧 在别的一些蔬菜水果你都不吃了 那你就着重再补点维生素C 都是可以的 所以像百合姐刚才问 你说生酮 是不是一定要吃上B维生素 不一定 对吧 就是要看你自己平常给自己的饮食 它到底有多少 你能做到多么的丰富 多么的新鲜 如果你每天都能吃一些菌菇 蔬菜 新鲜的肉类 新鲜的动物肝脏 新鲜的鸡蛋 这些东西都是新鲜的 没有通过那个-18度的这种冷冻 很长时间的 那么我觉得 你只需要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你去针对性的补上 那么你平常不爱吃那些食物里面缺乏的 那些维生素就可以了 但是也有同学会偷懒 对吧 我就买一颗稍微好一点的 复合维生素B一天吃一颗 行不行 可以 我觉得这可以的 因为B维生素一般来说很难 会有副作用 一般不会有副作用 而且你吃那些补剂里面那种剂量的话 一般也不会超标 多余的 你说你身体用不上的 那就是撒泡尿 就没了 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不要买了假药 不要买了假的补剂 一定要买到正规的来源 正规的渠道 你比如说像什么 某东 对吧 他的什么官方自营 那这种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可信的 或者说什么某猫 对吧 你说这些品牌的这种直营店 旗舰店 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可信的 或者有一些那种已经有十几年历史的那种海淘店 我觉得也还可以的 那就是一定要买来源比较靠谱的 就是我特别不建议大家 大家在网上自己随便就乱搜一个 或者说你也不管这个补剂的牌子是什么 它的来源是哪里 你也不管 你只要你只要听说 这个博主也好 或者说这个带货的人也好 他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功效 你一听 这价格合适你就买了 这个可能会那个很难说 万一买到假药 假补剂 这就难说了 你吃个半年没效果 这个就是确实会有这种情况 像我们之前那个 有些朋友吃那个 维生素D 我记得我有个客户就是的 他吃维生素D 他吃了半年 他每隔两三个月就找我咨询一次 每隔两三个月找我咨询一次 然后我就会隔个三个月 会让他查一次维生素D 查出来之后就发现 你这个维生素D每天都吃 怎么没涨 那就 三个月前是三十几 三个月之后还是三十几 我就说怎么没涨 不可能 我说你要是每天吃这个剂量 是不可能不涨起来的 然后要就建议他去换一个品牌的补剂 然后就是以前他可能是从什么海淘 从日本那边代购过来的 那有可能中间会遇到假货 很难说的 因为补剂这一块呢 就算是在美国有FDA在管 但是很多的 不对 FDA是不管的 FDA它是把它化为食物的 食品的那一类的 对吧 食品那一类 它没有到药物那一类 所以就算是你把它当食品吃 它只要没把你给弄死 没让你中毒 它就没错 是吧 你 它给你标个一万 实际上你吃进去只有个三千 无从查起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 不管是吃补剂也好 是一定一是要有针对性 你有自己判断 或者你不会判断 你找小默老师来给你判断 都可以 然后第二 你要保证你买的补剂 它的来源会比较好 小默老师也是 就是说一般来说 我一旦找到一个 我自己信得过的来源 然后确实觉得这个来源 比较可靠也比较好 那么我就会只在这一家店子买了 甭管别的 它是不是开了什么官方期间店 我也不管了 是吧 我觉得这个信任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就是 你甭管是在这个博主这里买也好 还是你在某宝某猫 是吧 某冬你去买也好 买了之后 确实是正品 有效果 你就坚持在这个地方买就好 你也不要去管那几块钱的差价 不要去管它 这个时间成本 这个信任的成本 你试错的成本是非常大的 大家不要去浪费时间 说白了就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钱 不要浪费生命 所以咱们这个B族说了很多 我不知道百合姐你听明白没有 其实不是很复杂 如果说你 我知道你平常吃的 其实都是 食材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 把B族的种类 少吃一点 你可以针对性的吃 就像我一样 针对性的吃 或者你图省事 就一天一颗复合B族维生素 完了 就可以了 因为我之前吃B6 有一个考量是什么 因为如果我吃的B6 很少 或者说我干脆不吃B6 我每天只靠食物 那么我经常吃冷冻的一些肉 解冻之后 这种牛排也好 或者什么猪肉也好 我经常会解冻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会发现 我这个下巴这块 会经常容易冒痘痘 冒痘痘 那如果我从抗炎的角度 我去吃B6的 当然 为什么我会缺B6 我再往回想 那就是因为我吃太多的 冷冻的猪牛羊肉 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百合姐 你平常压根 都是买新鲜的 是吧 当天去菜市场 买新鲜的牛羊肉 当天吃 你不像我这样 冻很久 在解冻吃 那么你的B6 可能相信会比我吃掉多一些 再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每天都能吃到 新鲜的一些菌菇 偶尔喝点什么猪肝汤 什么的 所以它对食材 真的是要求很高 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多心思 经常要出差 要谈生意 是吧 要出门 要外食 那么我觉得 一天一颗复合B组维生素 一个好一点的牌子的 量稍微起来一点的 可以的 很多国产的复合B组维生素 因为法律法规的这种要求 它的含量都做的不是很高 比较低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些 国外稍微好一点的品牌 好 百合姐你的问题跟你解答完了 对 刚才说到我的体重上升了 两公斤 我还想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上升两公斤 其实 我仔细看了一下 因为从 因为刚才前面我给大家讲了 我是说12月底 我去体检 体检回来之后 我就吃纹素C了 对吧 我还忘了 每天我就开始带娃的时候 就是下楼 小孩 我带小孩的楼下六圈 小孩在那玩 小滑梯 往那边坐引体向上 坐俘国撑 所以我就着重看了一下体脂秤 它的那些数值的一些变化 这体重是上升了两公斤 从65公斤变到67公斤了 但是里面大概有1.3到1.4公斤 是肌肉 肌肉增长了1.4公斤 然后当然脂肪也增加了一点 我想想这个脂肪从哪来呢 应该是从我过年的时候 回老家吃了很多花生来的 我的每年都会就是 比如说十一跟我老婆 回湖南老家的时候 我就会吃点他们老家的花生 然后这次回到我老爸的老家 我又吃了点当地的花生 其实也不是当地的花生 就是一种习惯 就是你到除夕晚上了 大家应该吃饭了 吃团圆饭 然后吃点东西 吃点零食 那个时候我们就算是生酮 生酮我也不好意思 我一天只吃一顿了 所以我就敞开 我就吃两顿 然后吃了很多花生 我想我的脂肪应该从花生那来的 但至于退筒没退筒 我没有头疼 所以我是觉得我应该没有退筒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体重 一方面是因为锻炼 我胳膊长肌肉长出来了 胸肌长了一公斤多的肌肉 然后长了一点点脂肪 然后再往后 你说我要想再调回65公斤 有没有一定必要调回65公斤 我就要看缘分 我可以把平常吃的坚果脂肪 刻意的减少一点 然后但是我吃的肉 蛋白质这方面 我还是随我的食欲的 不会刻意去降低我的蛋白质的摄取 因为我每天还是要跟小孩下去锻炼 锻炼了之后 你说我胳膊长肌肉长的多少 他大个头 我也只能观察一下 就这样子 我只要看到我的提值率在往下降 但是肌肉量没有减少就行了 所以我的汇报就是这么样汇报 后立黄说需要跟随咱们小莫老师的课程 思维高度 我建议后立黄你每天在咱们群里面 跟我们一起打卡 我们现在群里面的小伙伴们都已经慢慢的养成打卡的这种自觉性了 你也可以 虽然不是200多个人一起打卡 但起码我看有十几二十来个了吧 十几个吧 十几个小朋友每天都有跟我们一起打卡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Carol Carol说旅行十几天了 没有吃碳水 但是脂肪也没有吃够 水也喝的不够 盐也不够 这个确实你都知道不够了 那么我如果是我的话 一定是要想办法去补的 我们以前有很多小窍门告诉给大家 你说没吃碳水 我觉得这个就做好了 没问题 脂肪没吃够怎么办呢 你旅行的时候随身带上那么一包 甭管是什么夏威夷果 什么碧根果 南瓜子 核桃 你可以带黑桥 这些你都可以带 然后实在不行 万一说这东西你全没有带怎么办 你看看路边上有没有卖的 因为咱们中国幅员辽阔 甚至说你到国外 我记得我当时去中东出差的时候 那中东的市场里面 当地的农贸市场里面 就会有很多的坚果 什么榛子 夏威夷果 什么碧根果 全有卖的 巴达木啊 很多 你像咱们中国幅员辽阔 你说去到别的地方 你说实在不行 买到一点点花生也是可以的 实在不行 那核桃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真的 你说后 花生我不能吃 我过敏不能吃 好不吃 核桃买不着 好买不着 那怎么办 那就吃鸡蛋 你就到当地的市场 当地的小卖部 你买点鸡蛋 你在酒店里面 拿那个开水 你给他 有那种 买那种 可以加热的那种 电烧水壶 你给他煮熟 那么五六个鸡蛋 你吃鸡蛋也行 实在不行 就这样 当然我 我记得我 2020年的时候 一说又好早了 我跟我媳妇 出去自驾游的时候 我是随身 在咱们车里面 因为我们是自驾游 我们就随身在车子里面 放了一瓶橄榄油 放了一瓶橄榄油 然后再带了一瓶盐 就这么简单 橄榄油加盐 然后有一次 我就记得 我们在一个酒店里面 休息 然后我要吃东西 怎么办呢 我就到楼底下的便利店 买了几个生鸡蛋 然后用橄榄油 自己还带了个锅 和一个电磁炉 所以一个锅 一个电磁炉 把这个鸡蛋给打了 然后用橄榄油倒进去 这样就是一个 生铜鸡蛋了 所以这个方法有很多 你可以自带坚果 可以自带油 都是可以的 小办法 实在不行 就是你在当地的餐馆 你就是像我们以前 有些朋友 就是去一些外食的餐馆 你去找那种老板 你说老板 你们这个餐馆 有没有猪肉 有没有猪油 我需要你们的菜 用猪油给我炒 你要是不炒 没有猪油 我就不带你们馆子吃 一般很多馆子 都会说我有猪油 我有猪油 我给你做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让他用猪油 给你炒一些什么 鸡蛋 炒一些什么 别的东西 你把菜也吃了 把油也吃了 这样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最简单 最方便的方法 还是带一些坚果 随身带一些坚果 或者是在外面买一点坚果 原味的就可以 至于是不是真退铜了 不一定 不一定 然后像你说的 水也喝不够 盐也喝不够 你看水和盐 是最简单的东西 天底下哪都有 水随便到哪买得着 盐 基本上 你只要在酒店下榻了 酒店附近的小卖部 都会有盐可以卖 你一定要学会利用这个环境 你退铜不退铜 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重要 你只要没觉得特别头晕 或者说想睡觉 你可能都还OK 但是就是说 如何应付出行的环境 出行的这种旅游的这种环境 可以活学活用 刚才已经给你很多的建议了 Carol带了八单木南瓜籽 芝麻酱 你这东西可以了 没吃完 没关系 没关系 Holy黄也是对的 其实咱们做的都差不多 猪油 盐 酱油 电桃炉 铝锅 是的 所以我觉得 刚才大家们都做得很好 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你只要没有觉得自己 有明显的头疼和 晕乎乎的感觉 然后你的体力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就不要担心退铜 而且我们身体 其实是很 我觉得是很聪明的 主要是像大家 如果说你的肌肉量 是足够多的话 你在外面吃了一点碳水 也没有关系 因为碳水 很快就会被我们的肌肉吸收 存储在肌肉里面了 相反了 如果有些人 特别像糖前 二糖这些人 他们刚刚转来做低碳生酮 他们的肌肉量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 他们肌肉量非常少 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办法 存储多余的糖源 所以他们特别容易受到 外来的碳水的影响 他们特别容易退铜 但像我们如果说 生酮时间久了 外加如果说 你还在锻炼的话 身体的肌肉量 还算是这种 比较足够的话 那你就 你比如说 多吃几个花生 不一定会让你退铜的 因为你经常的断食 平常也不怎么吃碳水 你就是这一顿 多吃了几把花生 就算是有碳水 你的肝脏 你的肌肉 都是有足够的空间 去存储的 一般是不用特别担心 但是确实我像 刚才那个Carol说的 你没有喝水 没有喝盐 这个是比较要命的 因为我们身体 没有太多的能力 所谓的去存储盐 我们身体没有什么 存储盐的能力 很少 能存 一点点 但是就是说 扛不住你这样 比如说一天两天三天 你不怎么吃盐 那是扛不住的 所以你如果 身上带了盐 你没事 确实觉得渴 你该喝就喝 像我们之前 不是去年的时候 去年底的时候 有个朋友去西藏嘛 他就是每天 出去玩的时候 就带一瓶 两升 那种大水瓶子 然后里面 放上柠檬水 撒上一些粉盐 是吧 就一路上喝的 很简单 是吧 你也省去 在路上去买水的钱了 甜 你说你是比较馋拿铁 每天下午吃完饭 会来一杯低音拿铁 基本没有退酮 就是酮值可能会低一点 吃完饭之后 就是我们之前说 吃完饭之后 不要立刻去喝咖啡 当然你说 对你这个低音的拿铁呢 可能我还要问细一点 这个低音拿铁 你是用豆子膜的 还是那种速溶的 这个得要问清楚 因为如果是豆子膜的话呢 因为你们有一种成分 叫氯原酸 氯原酸的话会 可能会影响你对铁的吸收 当然这是比较细节的地方 就是说如果你每一顿都这样喝 每一顿都这样喝 再吃完饭30分钟到60分钟左右的时间 你都喝 或者说吃完饭马上就喝 它确实会影响你对铁的吸收 影响你对铁的吸收 然后时间长了会 你去测你的血肠规 你会发现你可能有点贫血 或者说你的一些红细胞的一些参数 不是很漂亮 或者说你会发现 晚上睡觉有点不太好了 就这样子 所以就说你如果真的是要喝咖啡 我的建议 甭管你是说低音还是不低音 你能放到餐后一个小时之后 是最好的 比较安全的 喝茶也是同理 是一样的 茶里面是植物多分 Polyphenol 还有一个叫 有很多的脂酸 植物里面有很多 也有 甜说你也运动 然后你老爸生童 今年心情好了不少 喝了几年药 花了小几万 但是也是很好的 那能够让你爸长这个记性 然后让他知道吃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那真正的是从从饮食 从营养的角度 才能把这个身体的根基打好 这个药都是辅助的 你比如说小孩发烧了 你说不能为了防止把脑子给烧坏 吃点退烧药 那是有必要的 但是你要不要给他补充维生素D 补充维生素C 肯定要 要不然你怎么来抵抗病毒 你说是靠药去杀病毒吗 杀了病毒 那我们身体要恢复 这营养从哪来 没有吧 你给他喝那奶粉里面 有足够的维生素D和维生素C吗 没有 所以我记得像我的孩子 在去年还有今年 一次新冠一次甲瘤 两次都中招 但是除了喝退烧药以外 我们基本上 甲瘤又给他吃 他那个叫什么特效药 然后呢 但是我们平常给他加大剂量 吃维生素C 给他喝那种维生素C的泡腾片 即使他里面有糖 那我也给孩子喝了 然后呢 维生素D加大剂量 给他喝 奶里面加维生素D 所以就是一切的一切 你知道是 有些疾病 你是需要靠药的 但是你在吃药的同时 你不能忘了 那个维生素营养的补充 营养的支持 要不然为什么会出现一个 所谓的临床营养科呢 对吧 就是不管是你做手术 什么癌症康复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个你康复的过程 是一定要有营养支持的 我们现在只是经常 你一说营养 就好像是买补剂了 但是实际上食物里面 就是营养 对不对 新鲜食材里面就是营养 Carol说温州不错 炒青菜都用猪肉煎出油 再炒的 那很好的 很好的 然后甜你说 喝那个拿铁 是用豆子磨的 是仓后一小时 OK Carol说月经崩漏 才了解到生童 哦 今年1月3号才开始 那我是没听说过 前面两个周期都是崩漏 很多时候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医生 我只能如果说你说崩漏 就是处理量很大的情况下 你让我能够第一想到的 就是维生素K 维生素K能想到的 一个维生素K 它就是一个在我们血液里面 能够帮助我们的血液凝固的 一个因子 一个维生素 K就是Calculation的一个意思 所以如果说 你过去的饮食不好 对动物的食材 摄取的不充分 然后特别是蔬菜 也不吃肉呢 也吃的不多 或者说就算是吃肉 就算是吃菜吃的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 维生素K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 你不怎么吃肉 不怎么吃脂肪 甚至是低油低脂 那你基本上 没办法吸收维生素K 所以维生素K不够了之后 你的血凝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你崩雪 哗一下 崩很多出来 没办法凝固 血流不止 量很大 所以这是我能想到的 当然我肯定是 这个妇科医生 比我能够想到的 这个因素更多 我是从营养角度 是这么想的 当然 你随着这个 胰麻量增大之后 你可能会面临 一个贫血的一个 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 所以你将来可能 需要更多的补充 红肉 猪 那个 动物内脏 对吧 你要补铁 这是泡不了的 然后你要知道 铁的吸收 就跟刚才我跟那个甜 提到的一样 你在吃饭的时候 一定不要随便 喝太多的那种 什么茶呀 咖啡呀 还有一些 比如说什么 像以前有些同学 喜欢喝些什么气泡水 不要喝这些 影响你的胃酸 PHG的一些东西 不要喝太多的糖 这样子的话 让你的胃 能够有一个偏酸性的环境 你的肠道 有个偏酸性的环境 甚至你可以在 吃完饭之后 马上就吃一颗 维生素C下去 或者说 马上喝一杯 柠檬水下去 这样子的话 你的铁会吸收的更好一些 补铁会更快一些 如果你想知道 更确切 你干脆就去医院 做一个体检 看一个雪常规 或者说做一个贫血 六项 看完之后 你就知道 我的铁缺不缺 维生素B12缺不缺 然后你有针对性的 这样你就会更坚定的去补铁 去调理你的身体 当然你做这个生通饮食 是没错的 选择是对的 至于什么时候 能有比较彻底的改善 你就随着时间的进展 你会慢慢的发现 一般补铁 或者是怎么样的 三个月 三个月往六个月走 不要想着一个月 一个月太短了 所以你从一月份 才开始做到这个月 你再坚持 坚持到三个月之后 这是我对你的建议 我觉得生酮 还是尽量的严格比较好 因为你总是不严格的生酮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叫Fat Fat是脂肪的意思 Fat Adaptation 就是脂肪适应 像那些经常运动的 那些健身博主 他们一般是属于脂肪适应的 但是他们会吃碳水 所以他们不是Keto Adaptation 所以他们在运动的过程中 他们的肌肉是可以比较灵活的利用 脂肪酸的 大家听清楚 是脂肪酸 脂肪酸是什么 就是大家吃的那个肥肉 你放在油里面 放在水里面一煮 它化了 在水里面那些小分子 那个叫脂肪酸 但是我们说的Keto Adaptation 生酮适应是什么 就是这些脂肪酸 要在我们的线粒体里面 在我们的肝脏的线粒体里面 把它分成更小的分子 变成铜体 变成Beta腔精酸 乙仙乙酸 丙酮 变成这些更小的分子 然后我们身体除了肝脏以外 其他的所有的心脏 肌肉 我们的骨骼 我们的大脑 甚至很大一部分的大脑的细胞 都可以利用铜体 这个时候我们叫做Keto Adaptation 生酮适应 这些细胞 所有除肝脏以外的细胞 都能利用铜体了 那是不一样的 怎么个不一样法 很多人没概念 你去高原 你不需要那么多氧气了 你没有高原反应 这是你跟普通人的区别 再一个 你在一个缺氧的环境里面 你就算不去高原 你在一个缺氧的环境 你在一个 比如说你去爬泰山 你爬到山顶 你不会有事 你不会因为山顶上氧气吸饱 你受不了 但是很多身体不好的人 高碳水饮食的人 他到了山顶 他就不行了 是这样的 再一个 你Keto Adaptation之后 我们对氧气的需求 没有那么高之后 你做耐力跑步 长距离的这种有氧运动 你是可以无限制跑下去的 基本上你看 现在你会发现 为什么马拉松也好 还有铁人三项也好 还有一些这种 越野跑也好 你会发现 这些世界记录 在不断的被刷新 为什么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 开始用生酮了 生酮饮食 这些人打破了将近 过去可能30年40年 那些碳水饮食的那些运动员 保持的一些记录 所以到最后 马拉松 越野跑 铁人三项 很多这种 甚至还有一些 我们群里面就有一个 越野跑的女生 他就是生酮饮食 他能打破记录 我说的是顶尖运动员 你别说 你这个小女生 怎么可能会打破记录 不会 你去看世界顶尖的运动员 打破记录的那些运动员 你再去看那些肯尼亚 那些黑人运动员 他们之所以能跑进 多少个小时 多少个小时 你去看他们的饮食 绝对是 不是成肉饮食 就基本上是生酮饮食 这样子的 所以就说你对氧气的需求 没有那么高了 你可以适应低氧的环境 这是好事 这是你异于常人的地方 但是你说跟人家去比 谁能够举 这个什么多少千克的 这个哑铃 那这个爆发力 很难说 除非你真的 因为这个爆发力 跟你的肌肉里面 所蕴含的糖原 是有关系的 你说你经常 跑有氧运动 你身体是属于 那种苗条形的 相当于 大家去看那个指环网 我们做生酮 做耐力跑 做耐力运动 你最后的身材是精灵族 那一定是精灵族 又瘦又苗条 可以敏捷运动的那一类 但是你要是说 要去拉杠铃 去健身那种 练大肌肉块 你最后出来的是 那种瘦人族 一定是那种 巨大的那种 瘦人族的那种样子 你是很难两者兼得的 因为你 你的肌肉块要大 你里面一定是有糖原 有糖原 不说还要有水分 所以这是对身体来说 是一种复合 但我们做生酮 身体不需要那么多水分 会积极地排出水分 但是我们会存储一些脂肪 脂肪的唯一的作用就是 生酮的时候 它能够产生酮体 酮体给我们功能 同时脂肪在燃烧的时候 跟氧气燃烧的时候 大量地产生水分 产生水分 所以说我们做生酮的人 不会那么渴 不会频繁地喝水 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生酮的时候 脂肪跟我们呼吸进来的氧气 能够产生足够多的水 然后在我们体内循环 我们可以不会觉得那么渴 这个就是咱们稍微扯得远一点点 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大家 做严格生酮的意义就在这里 你要达到一个 生酮适应的一个状态 你才能体会到 生酮跟别人的不一样 你不要光说什么减肥 这个mental mental我们的神经的 这种清醒 我们的思维的敏捷 不一样的 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 一个视频 看了一个视频 是老外的一个视频 很短 就是测试一个人的反 敏捷度的 反应速度的 就是一个黑人 他的肌肉很发达 他好像是一个 是一个拳击运动员 还是什么一个运动员 是一个拳击运动员 然后旁边另外一个 是一个小伙子 很瘦 很苗条 是一个赛车运动员 你可以说赛车运动员 他们有天赋 或什么的 但是他们做运动 游戏是什么 就是两个手拿着球 然后我两个手拿两个球 但是我同时 我不是每次都是同时松手 我可能一下子松左手 一下子松右手 然后你必须 另外一个人在下面 要把这个球接住 你多快能接住 这个就用这个方法 来测试一个人 他的神经反应速度 有多快 马上就可以接住 一倒下来 球一松手 马上就能下来接 就是这样子的 比赛结果就是 那个赛车运动员 会快很多 当然赛车运动员 苗条很多 我不知道他的饮食是什么 但他的反应速度 会快很多 我打这个比方的意思 就是说 你只有到了 你只有到了生童适应 你才会发现你的思维敏捷 可以快到那种程度 但是你在碳水饮食的时候 你可能体会不到 是这样子的 有很多 要需要大家慢慢去体验 你更别说一些女生的一些什么姨妈 什么睡眠 什么体力 甚至有一些 很多方面 很多很多 Carol说 你是说你听我们的视频 严格生童 那个血崩已经好了 那很好 很好 非常棒 还会继续严格生童 非常好 很好 不客气 谢谢 也谢谢你 Carol 你说没想到生童见效这么快 下次你还是可以跟我再仔细说一下 你说的那个崩漏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描述 我之前 我去年咨询了一整年的女生 没有人跟我说这个崩漏的这个现象 人家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姨妈量减少 要么就是姨妈不来 但是没有人说崩漏的 所以你说这个崩漏 在一月份之前你有没有崩漏过 或者说你是不是过去长期都是这个属于量比较大的状态 然后终于到了一月份 然后彻底止不住了 是这样子一个情形 还是什么其他的样子 你可以多给我描述一下 因为咱们这个毕竟不是打电话 所以这样我们沟通的效率会差一点 没办法 但是你说没想到生童见效这么快 我都不知道你几岁 也许也和你的年龄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东西我需要从你身上去学习 你可以到处给我补充一下 田说你妈妈觉得生童没用 然后你让他吃肉 吃的肉血就正常了 有几天特别缠碳水 会的会的 当然突然不让他吃碳水是会缠的 所以对于普通的朋友 就是属于自己想自己的家里操作的朋友 那你就慢慢的去断碳 不要一次性断碳彻底 那么小毛老师还会给大家建议一些其他的一些绝技 但这些绝技我现在不说 因为我这个绝技还没有真正的用在人的身上 我也是在别的书上 别的资料上看到的 就是通过一些大剂量的一些维生素 用来对抗你的瘾 这些东西一般都是国外用在戒毒所的一些操作 在我们做生童的人身上用的还不多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他们喝酒 有酒瘾的人 有烟瘾的人 都可以用这种大剂量维生素 去干预他的这种方式 至少能够让他当时那个瘾能够被抑制住很多 那么新戏的一些朋友 如果看过最近几期的朋友 我已经提到过了 但是我现在卖个关子 我先不说 然后后里黄说是不是去西藏生酮更好 那当然对吧 当然我们说了 你一旦用脂肪来代谢之后 你对氧气的消耗是会变少的 上次我昨天还是前天有一个人 给我发了一个某音上面的一个博主 说什么生酮我们的体温会变低什么什么 好像就说生酮这是一个坏处式的 但是这个大家这不是一个问题 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如果是这个本来就是相当于 你在烧电和烧油的区别一样 你烧电你的效率就是比烧油的要高 你烧油对吧 大家冬天都喜欢烧汽油发动机 因为汽油发动机会产生大量热量 然后你坐在车子里面会暖和 电就不一样 电它不会产生浪费 所以你要产生热量 必须单独的拿出一块电来 来烧热来制热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氧气没那么多 你到高原去 你受到的高原反应就会小很多 你不需要那么多氧气 而且就说为什么年轻人去会更加轻松一些呢 因为年轻人本身 胰岛素抵抗也好 或者说他的这个 糖代谢和脂肪代谢的 他这个平衡也好 他们还没有被彻底打乱 他还没有到40岁50岁 那种糖的病前期 或者说糖的病或者是怎么 身体有很多营养缺失 他都没有办法切换成脂肪代谢 那么这部分中老年人就会比较惨 那上了高原就晕倒了很多 我也看了很多新闻 这人就这样倒了 就翻白眼就倒了 这大脑就失去意识了 就缺氧 缺氧造成的 或者说即使身体里面有氧气 氧气也不够了 身体没办法切换过来 他用不了 或者说你这个氧气 但凡少一点 你就断片了 那不行 所以你这个适应能力相当于是减弱的 所以大家就这么想 我们做生酮不是说 你必须得一辈子 也有人是这么想的 就说你做生酮 你没有必要一辈子做生酮 你要两边都来 是吧 这样你才能够灵活 我没有想这种折中的方式 因为我们小毛老师 接触到的一些医学资料很多 因为我知道碳水代谢 是吧 我宁愿大家把更多的时间 放在脂肪代谢 而花少部分的时间 去做碳水代谢 因为碳水代谢 我不是说它一定有多不好 而是说你随着年龄增加 特别是你到50岁60岁 你随便去做一个全身的体检 你都会发现 血管可能哪里哪里 血管壁变厚 或者说哪里哪里钙化 或者说你这个血压 有一点点往上走 这个时候你去刻意的去做 什么所谓的碳水平衡 做一会儿生酮 做一会儿碳水 其实都是在欺骗自己 也许你做的80%的时间还是碳水代谢 那对你的这些指标都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你说做低碳 低碳 低碳就是个维持健康 如果你想让健康更上一层楼 你就去做比较严格的生酮 因为我们之前我们细胞里面有很多机制 你知道人为什么会长寿 长寿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 细胞里面会有一个断食造成的一个通路 叫做AMPK通路 这个AMPK通路只有在饥饿 以及生酮的时候才会产生 那么所以断食和生酮 生酮其实就是模拟断食 说到底我们都是要依靠断食 以及模拟断食来达到长寿的一个目的 所以你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说我活个七八十岁就可以了 或者说最后几年怎么样 无所谓了 那有些人目标可能更高一些 我想活90岁 我想活100岁 你必须要学会断食 但是这个断食不是说这个整天饿自己 让自己压力很大 是吧 那我们做生酮一天只吃一顿饭 我们不觉得饿多好 难道你要像和尚一样 和尚是过午不时了 那整天就坐那打坐 你哪也不能去是吧 你也不能爬山 你也不能干嘛 你要是那样子七八十岁 就天天打坐 那也是很不划算的 你哪也去不了 你这个体力 你活是可以活那么长 但是你体力受到限制了 你的行动受到限制了 没有必要 我们是吃蛋白质 吃脂肪 然后一天一餐不饿 AMPK长寿 还可以活到八九十岁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说 外面有很多那些大师 什么长寿 什么抗衰 其实说到底 就是让你学会如何断食 然后他们把低碳跟生酮包装一下 这样子 因为底层的生理的逻辑是一样的 生物化学逻辑是一样的 你甭管你怎么包装 你用什么名词来包装 走到细胞那个层面 都是那个 都是我们来说的 AMPK AMTOR 这个东西 都是一些生物最底层的一些 信号通路 我们用的都是同样的通路 生酮可以做到 是吧 它号称什么什么产品可以做到 那是号称 那是号称 然后田你说 你妈妈试过就知道了 以身试法 现在就不跟你争了 所以现在目前算是低碳 生酮还谈不上 三五天吃一点小米饭 把不干 可以的 反正就是 最好的方法对的老人 就是给他装一个连续血糖监控仪 你残嘴 残嘴你就看你的血糖 血糖飙了 超了7.8 你就数了它 这样子 慢慢慢慢它就那个了 就配合了 也花不了多少个钱 因为现在那个连续血糖监控仪已经很便宜了 两三百块钱都可以买到了啊 呃 Carol你说那个 崩漏就是说月经经期不结束 一直流血 哦 量还很大 那是 那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确实你这几个月要 讨好地补补这个动物肝脏跟红肉 啊 然后把那些 酸的东西多吃点啊 好好补贴 今年11月开始两个月都不正常 一个月20天啊 是的 是的 原来如此 那差不多 跟我刚才猜的挺像的啊 然后你就查是原因是什么 查到是多囊和胰岛素抵抗啊 那你的BMI是怎么样 然后你的多囊是做了B超的是吗 我以前两顿饭不吃会无力出汗什么的啊 低血糖 是的 然后了解到生酮 1月3号开始生酮 他开始 哎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生酮 是是 怎么在在咱们那个音频那边了解到的吗 医生仪式说 生酮后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温升高了 就是我的鼻炎还在 比生酮之后应该体温不会升高啊 就吃完饭那会儿一两个小时 吃完饭那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因为咱们吃肉了嘛 吃肉了我们这个会有叫移高血糖素会分泌出来啊 吃肉了之后分解这些蛋白质啊 移高血糖素会出来 这个时候身体会发热 但是你要是吃完饭一两个小时完了之后 就更不会觉得体温升高了呀 呃 然后你如果觉得鼻炎还在 你有必要把维生素D加起来啊 维生素D以及维生素A 要大计量的吃 我们现在群里面的小伙伴都已经把维生素D吃到一半了 你也最好吃到一半 维生素A吃多少呢 你尽量的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维生素A 你就买一点那个好一点的鱼干油 一天吃两颗啊 先吃个三个月再说 你吃到有好转再说 我我的鼻炎就基本上大概从 你像我1718年做完生酮 我体重已经恢复正常了 但是我那时候还是有鼻炎 呃 到今年我是彻底的觉得我的鼻炎好了 啊 就基本上就是两个鼻子都通了 所以就是你有必要把你的维生素D吃起来啊 一开始我自己做生酮自学的时候 我也像大家一样啊 什么看Dr.Berg啊什么什么的 我没有自己去学习那些营养学的一些基础知识 你光看那些东西不懂吧 你也不会自己给自己把脉 不懂 所以我一开始是不吃维生素D的 后来我开始吃了 但是剂量很小 所以后来我给自己吃的就是5000 但后来我再通过学习 我发现5000还是不够 一万 一万的话就OK了 基本上是OK的啊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屏幕前的小伙伴啊 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吃过维生素D 你也没有去医院去检查过 但是你有鼻炎很严重 你先吃上维生素D 一万开始啊 一万开始 甚至你可以在头一两个星期 一天吃个十万都没有问题啊 这个都是我们在医院里面会操作的一些方法 你可以放心的去吃 都不会中毒的啊 但是就是说你只是在头一两周吃这么多 特别是头一周 你可以每天吃十万 你比如说这个是一颗一万 你一天吃十颗 你连着吃一个星期 然后停 然后后面几天你就开始吃 天天一万 天天一万 一直吃下去 就可以了 光吃维生素D 能不能彻底解决鼻炎 很难说 就是你首先生酮 抗炎 你先做好生酮 然后把我们刚才说的维生素A 你也不要少了 因为我们的鼻黏膜 也需要维生素A 是吧 你的鼻黏膜的修复 需要维生素A 鼻黏膜的修复 需要维生素C 这些都需要 然后平常你吃蛋白质 不能太垃圾 对吧 好了 你要吃蛋白质 你要吸收蛋白质 是我们刚才说的胃酸 这些东西 你要保证 每天你这个吃饭 不要吃一些垃圾食材 不要喝一些 不该喝的东西 这都是很多细节 所以我刚才说的维生素D 跟维生素A 是维生素方面 比较重要的地方 其他的一些细节 要慢慢说 但是你先把这两点 先做好 然后Carol 你说你33岁以前 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去年11月 是因为旅行爬山 泪城这个样子 月经不调的 我也有可能跟 出去旅行的时候 饮食保障不好 是吧 维生素 营养各方面保障不好 可能这些 再加上一些压力 外部环境 可能确实综合影响到 不过现在 你能够 及时的去医院去查 然后 这么快的 就找到生酮的解决方法 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 因为很多 很多人是绕了一整个圈 跑去传统的医院 然后折腾这个 折腾那 然后多囊解决不了 饮食 医生也不告诉你 完了之后 你浪费了 可能半年一年的时间 都不一定会绕到生酮上来 所以我觉得 你的运气很好 或者说你很聪明 真的是这样 这个过程 你可以给我们的 这个电视机前的朋友 给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发现 从11月份身体不舒服 到1月份 这么果断的 做严格生酮的 这个过程 这个转变怎么这么快 从哪里学习到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小木老师思路好清晰 听完有一种 想坚持的动力 加油加油 你不是还在国外 要学那个 RD吗 那一定要用生酮的方法 才能学好RD 咱们年纪都不小了 是不是 想跟那些年轻人 去比这个学历 那还是要下班功夫的 要背那么多 不管是英语单词 学这个课堂的内容 不容易的 全英语 有个女生 她说 Chris Chris 猫咪 喵系小胖 说怎么能做到不饿 一天天 啥都 看啥都有食欲 那当然不是说 咱们做生酮 就马上就变成 一天一餐了 其实一天 最开始肯定是一天三餐的 然后你坐着坐着 你就会觉得 我吃不动 太多了 把早餐直接跳过去 这样子就做到最基本的 一天两餐 但是其实这个一天两餐 也不是马上 天天都是一天两餐的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有一个五二断食 那个五二断食就是 这个一天两餐 你可以挑一周七天 你随便挑两天 你觉得比较轻松的 你喜欢睡懒觉的那种日子 然后你把那两天 规定成一天两餐 剩余的你还是一天三餐 但是只不过 你尽量做成生酮餐 一般我是这么 怎么说呢 通过我指导的女生 观察下来 如果一个女生 先从一日三餐 过渡到一日两餐 基本上需要 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是说 从生酮结构的一日三餐 到生酮结构的一日两餐 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如果要做到一日一餐呢 这就很快了 因为她从两个月的时候 她实际上已经稳定生酮了 那基本上到第三个月结束的时候 那么她就基本上能够做好一日三餐 一日一餐 虽然是这个过程有一点点快啊 但是不会让她觉得很难受 然后第三个月到第四个月 也就是说第四个月 她就她就会觉得 做一日一餐比较轻松了 所以它是个过程啊 这是个过程 就不论做什么都是一个过程 做生酮不是说 我今天还在吃碳水呢 明天我就开始把碳水砍了 然后后天我就可以一日一餐了 没有这种 不会这么快的啊 你身体会给你唱反调的 你会受不了的 所以说要开始学习 开始了解生酮 尝试生酮 实践 然后呢 你也知道这个实践是要花一定时间的 不要着急 Carol说是因为多囊有PCOS饮食 然后你觉得跟生酮差不多 然后就在啊 Podcast搜到我了 嗯 是的啊 再多的朋友一定那个记得啊 我们在苹果播客 还有在我们国内的各个播客平台 都有我节目 可以去免费收听啊 免费收听 如果不知道搜什么的话 你可以搜咱们的左上角 咱们那个频道的名称就好了啊 田你说你现在已经开始吃一万单位的维生素D了 然后自己做了纳豆 纳豆那天是不是咱们在群里面讨论过了 就是如果有些朋友不爱吃纳豆 可以不用吃纳豆啊 不用特别一定要吃纳豆 因为这个酸菜泡菜各种什么 酸豆角很多 咸菜腌菜 咱们中国有很多的这种 呃 这种腌制类的食物特别多啊 纳豆不一样的 就是说它多了一点维生素K 植物类型的维生素K 它叫MK7 MK7 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动物动物的肉里面也有维生素K 那个叫MK4 MK4 然后我们吃了很多的这些食物 呃 特别是蔬菜啊 这些东西啊 到了我们肠道里面 我们的细菌 菌群 也会帮助我们把这些蔬菜里面的这些 呃 一些成分 把它转化成为 呃 纳素K 所以你不用特别担心自己纳素K 缺少啊 呃 除非你发现 有些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如果说你30多岁40多岁 你去做一些 心脏 呃 B超 颈动脉B超 还有你的骨动脉B超 做完之后 你发现这些动脉都开始有钙化了 你要考虑一下你的这个维生素K 是不是不够了啊 因为维生素K不够之后 导致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骨头会分泌一种激素 叫做降钙素 Kelcytonin 这个Kelcytonin 就是负责我们血液里面 钙离子的 沉积的 呃 如果说你这个 维生素K不够了 这个Kelcytonin就会 显得不够 显得不够之后 你身体里面这些钙 它原本应该回到我们的骨头里的 它没能回到骨头里面去 反而在我们的血管B 去堆积 然后形成钙化 这是不好的一个表现 所以 说钙化之后怎么办 去把这个血管给换了吗 去把这个钙化这一层 疤给撕掉吗 也许吧 但是更多的你要想寻找 你是不是在饮食中 欠缺了某些维生素 因为这些最底层的逻辑 这些因素 你不去解决的话 你就算吃药 做手术 解决了当时的 当下的一些问题 还是会层出不穷的问题出来 无人素K 你去做手术 没人给你去查 无人素K的那个血液水平的 而且像这种文人素K抽血 不一定能完全反映你的身体组织的水平的 这些都是不准确的 如果有咱们在座的这个朋友 电视机前的朋友 有朋友会知道功能医学的话 有一些功能医学的一些检测 它是跟我们常规医院里面的一些检测 是不一样的 它是会提取你身体的组织 或者是你的细胞 特别是红细胞 以及白细胞 去专门去做培养 然后去看它里面的 红细胞白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 比如说维生素 比如说一些矿物质 多和少 甚至它可能需要你头一天 早晨喝一杯什么什么水 然后整天24小时 看你排尿出来 某些离子 某些维生素的一些排出情况 才能判断你身体里面 到底是缺还是不缺 某些离子或者是矿物质 就是不能单纯从抽血 这一个维度来判断你缺不缺什么维生素 这个都是非常肤浅的 所以有一些是可以的 像什么钠甲 钙铭 磷氯硫硫 这个比较大的这种 宏量的这种比较大的矿物质是可以的 再像一些比较微量矿物质 像什么铁铜锡银银银 这些东西光靠抽血是不够的 然后像一些维生素也是不行的 维生素光抽血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肝脏有很强的功能 它能够把别的细胞 用不着的维生素先挪过来 然后再重新分配 然后把这些维生素送到 你身体最有需要的地方去 这个说明不了问题 对吧 这个就像是相当于我住在深圳 然后整个城市停电了 但是呢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医院不能停电 所以我们供电所 把别的地方该用的电 都移到学校跟医院里来了 医院跟学校没停电 你不能 然后这医院跟学校人说 医院学校没停电 所以深圳没停电 这个比方是很形象的 所以大家就是 就是说如果理解比较深的话 习以为常那些概念 可能有很多值得斟酌的 然后田他说 现在每天三点吃完饭 到五点再补吃一点点 是因为要运动 拉长断食二十个小时 之前十八小时 可以的 可以的 因为我现在还指导了一个女生 她现在在美国 然后那个女生 她现在其实 她是在做一日一餐 刚开始是一日两餐 但是她现在这个一日一餐呢 我要求的 我并没有说 要求很严格 因为你知道 做一日一餐 有时候 她也是会有点 不管是枯燥也好 或者说 由于我们大脑的这个 旧有的习惯 她到了晚上那一餐 她多多少少 她总想叼唧叼唧嘴 这个是习惯 你要了解你的大脑 了解了你的大脑之后呢 在你的该吃饭的时候 像我说的那位女生 她就可能就会 吃两颗坚果 极力馋 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大家不要对自己 苛求太厉害 因为毕竟我们 都不是当超模的 也不是要拍电影的 是吧 你说 减肥要多快 你才开心呢 不用 因为小龙老师 现在我已经减肥 都已经 我18年就已经定型了 我18年到现在 我身体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我对我自己 在这个减肥速度上 我压根没有一点要求 我只知道 这么做就可以 OK的 是没问题的 是可以减的 至于速度 需要花多久 我不是很操心 是吧 你想想17年 我17年 我真的开始 做钻石 做清钻石 做低碳 到18年 做很严格的生酮 再到现在 这得有七八年了吧 那后面五年 我基本上都是佛系的 但是我还是比较 我很严格的生酮 但是我压根不去管 我到底减的是快还是慢 所以 我也劝大家 就是你只要知道 你跟着小龙老师的频道里面 学的这些知识 你在做比较健康的 营养的 严格的生酮 你身体不出毛病 然后避免了很多坑 你不要去管 到底我今天是掉0.1 还是掉0.2 你不要去纠结这些事情 因为把时间拉长了 大家都一样 我跟你说绝对是一样 就是有些体重大的女生 她比如说200斤 减到100斤 你会发现 她会用个一年半 两年的时间 有些体重小的女生 怎么那么多了 然后你算下来 平均下来 她们一天就是0.1 我们都算过 我们去年 去年我们像这样直播 直播了很长时间 我们去年上半年 到七八月份 几乎一周直播三次 回答了很多朋友的问题 就算是大体重 到最后一开始你别看她快 到后来就慢了 慢了她会着急 就开始瞎折腾 折腾了不就会来回波动吗 到最后 稳定之后你会发现 你怎么算她平均一天 也就是0.1到0.2 不会超过0.3 没有谁会一天超过0.3的 千克 没有谁会超过那么快的 所以男生可能会稍微快一点 但是女生一般都是这0.1到0.2 所以减脂肪0.1到0.2 一个星期 一个月下来 最多也就是五千克 说错了 五斤到六斤 就是两点五千克 三千克 这已经是很多了 所以一般女生不要要求太高 你一看说什么一天 十天 二十斤 什么 什么三 二十天 什么五十斤 什么的 这都扯淡 你不要去听她的 都是骗人的 都是骗人的 减脂肪的速度就是这样 就是0.1到0.2 每天千克 所以男生可能会快一点 女生会稍微慢一点 女生之所以会慢 是因为她有一个姨妈周期 还有她的磁性激素的影响 男生嘛 对吧 没有磁性激素 所以就没有姨妈的 每天都在减脂 所以她看起来会比女生快一点 所以女生 千万要把心态摆好 一定要把心态摆好 所以也不要特意苛求自己 你说断时 断时二十个小时 断时十八小时 其实区别不算是特别大 你真正看到有区别的 可能就是你只有在断时 一个七十二个小时 你才会看到跟二十四小时 一个区别 就是不用特别去纠结这个问题 十六 十八 二十都行 二十四都行 都行 因为你拉长到三个月半年 你会发现没有什么 本质上的区别 你减重都是那个速度 杨阳说 干净入童 指食动物的脂肪 是不是比较好 如果你指食动物性的脂肪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猪牛羊 油都可以 实在你觉得很腻了 你可以换一点 什么橄榄油 茶油 这些都可以 我整体是比较偏向于动物性脂肪的 植物性的脂肪也是OK的 橄榄油 茶油 这种单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的 可以 还有一些人比较推崇牛油果油 牛油果油 我不是很了解 就是如果你能找到出炸冷压的牛油果油 也是可以的 对吧 能找到有机的 那最好 是吧 这都是从食品源头上去把关的一些东西 因为小孟老师不懂这些品牌 哪个牛油果油的品牌最好 它的这个出炸冷压的工艺最好 它的这个食 它的产品包装比较科学 那大家知道 你不管是橄榄油 茶油 牛油果油 你最好是买那种铁皮包装的 再其次是那种平身比较暗色的 然后你最好避免透明玻璃瓶 透明塑料瓶装的 谁要是卖你透明塑料瓶 透明玻璃瓶的 牛油果油 茶油 甘榄油 坚决不满 坚决不满 你甭管它怎么吹 怎么吹是什么 出炸冷压 不满 后立黄说 刚好认识小孟老师一年 这一年坚持生同 体重减轻了7公斤 现在一日一餐 基本不饿 非常好 太好了 下段时间 你不知道你这会儿 你回加拿大没有 你可以看看 上次你是不是给我发过 你的体验报告了 假装新的那几个指标 有没有改善 印象不是很深刻了 Carol说 就是听了咱们的播客 才有动力的 非常好 有一集你说 胰岛素抵抗差不多就是 好 我不知道当时 我是出于什么样的环境说的 因为 再往下走 应该说是再往下走 你不去控制它 那就是 对吧 你不去控制它 肯定是要发展成 type 2 diabetes 好 后立黄说 你就是回国后 比较馋 导致你吃了有点乱 现在都不饿 现在已经回到加拿大了 Carol说 因为平时吃碳水不多 所以一开始 你就严格生同了 一日两餐 一直到现在除了旅行 就是一日 旅行是一日三餐的 好 你再做时间长一点 因为像我们更多的朋友 做生同时间长了 你让他一天三餐 他都不想一天三餐 你让他 有时候他做时间长 那一天两天 他都不想 就是他总觉得胃会胀 你知道吗 就是一天吃三餐 肚子里面塞那么多东西 他觉得难受 这样子的 他想肚子平平的那种感觉 他想 享受那种肚子空空的 断食的感觉 你现在可能才一个月 你再感受一下 再感受一下 Chris说 这个叫Dr.Berg 那些补记 需不需要吃 不需要 然后再说了 这个补记 千百种 各种品牌 不一定Dr.Berg 就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比较迷信 Dr.Berg 这个品牌的话 你买他的东西 这个我是一点 不反对的 你买就买了 但是我可以说 有很多可以替代的 因为这些补记的成分 几乎都是一样的 你说 甘酸美 那大家都是甘酸美 就是看辅料 谁用的好 然后你去看 有些人加了糖 有些人加了淀粉 有些人加了些什么 对吧 你要会看 我可能说Dr.Berg 这个东西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 但是我相信 它是作为低碳生酮出来的 它肯定会把控 这个原料的成分 对吧 然后它东西会卖的 稍微贵一点 正常 很正常 但是我自己平常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呢 我是会看几个大品牌 比如说什么诺奥 什么盐寿 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品牌 还有什么Dr.Best 我都会看 看完之后 我会对比同一个 比如说我要买纹人素C 我就看一下这个品牌 它的纹人素C 除了ascorbic acid以外 它还加了些什么东西 那只要没加淀粉 没有加糖 没有加些不该加的东西 什么植物油 什么东西 我觉得它成分够干净 价格合适 我就买了 不一定我非得要买Dr.Berg 知道吗 甚至可能我没有听说过的品牌 有些什么澳大利亚的品牌 有一些加拿大的品牌 我可能是第一次听说 但是我通过了解 我发现 这个品牌的当地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品牌 然后国内的销量也不错 然后再看它的成分也很干净 它价格还很合适 如果它们只卖几十块钱的东西 同样的成分 我干嘛要买那三四百东西呢 我就这样选了 我收入不是很高 我自然会选比较经济实惠的 平地平地 但是我不会迷信某一个品牌 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含量 没有什么 说只有Dr.Berg可以做得出来 别人都做不出来 不存在这种情况 我觉得大家在断食的时候 不用特别的喂手喂脚 不用特别的喂手喂脚 你就说吃点蔬菜 吃两个坚果 你脚吃这个东西 它不会让你的以某素升得很高 啪的一下起来 让你退筒 你这个一般问题都不大 所以像刚才大王说 吃点菜没关系 吃点脂肪比例比较高的坚果 没关系 喝咖啡没关系 去喝一点 那个叫鱼汤 排骨汤 什么汤 这个汤里面有一点盐 有一点氨基酸 有一点脂肪 没关系 都可以的 断食都是这么操作的 没有人一定要求断食只能喝水 没有人要求这个 你去看以前那个加拿大的那个 Doctor 叫 就Jason Fong 他自己不是经常做断食吗 他以前觉得生酮饮食 没有断食的效果好 断食的效果比生酮饮食更好 但是他 指导病人去做断食 是允许别人喝汤的 而且很早以前大家都是喝汤的 而且 我又再往前推一点啊 大家会发现生酮咖啡 它最初 是从牧民 从咱们西藏那藏民 他们用那个 红茶茶砖 煮出来的茶 往里面加 那个奶 牛奶啊 奶酪啊 这些东西最后煮出来了 相当于是一个 怎么说呢 生酮红茶吧 对吧 老外把它借鉴过去 把它变成生酮咖啡 那 断食的时候喝这些东西 不是很正常吗 对吧 有脂肪 有蛋白质 只不过脂肪的含量比较高一点 蛋白质的含量比较少一点 不至于你的胰岛素波动很大 所以 他们断食都是可以这么喝的 你喝汤也是一个意思 就是不要太小心翼翼 知道吧 不要太小心翼翼 我还是回到刚才 我跟那个前面那位朋友说 断食到底是18个小时 还是20个小时 还是24个小时 不要太记忆这些细节 你只要做到了断食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吧 你坚持的这个最后 差那么一两个小时 你不要去管它 没事 因为你这个断食是 你像小毛老师 都已经做了多少年了 对吧 7年8年了 做呀 你到7年8年之后 你才不管你说中间吃两口 什么蔬菜 番茄 什么牛果 你才不会管这些小细节的 你只有在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生怕出错的时候 才会注重这些细节 但小毛老师告诉你 不用 不用担心 你只要吃对的食物 选对的食材 喝的东西没问题 就可以了 只要让你的胰岛素 没有那么 胰岛素没有波动 这个断食就不会被打破 你不要担心 你把自己的压力水平放低一点 你想这整天焦虑从哪里来 焦虑到这些小细节上 你别的事都干不好了 不要去焦虑这些事情 墨欣 你说姨妈前一周 储水太严重了 这没办法 有些女生她减重 就是姨妈前这一星期 你会发现体重就不动了 不动了之后 她就很焦虑 我是不是没减重 没减重 我说你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你等姨妈早完了 你再上一次秤 你就会有惊喜 往往一上去 姨妈早完之后 哗一下就是两斤 就这样子 所以大家真的是 不要整天上体肾 也不要整天给自己 使瓣 给自己添堵 不要这样子 你知道自己 姨妈前的一星期 激素会波动 你会储水 或者是怎么样的 但是你只要 不要去吃 主动去吃碳水 不用去主动去爆炭 你还是继续吃我们生冬餐 但是把营养摄取足 你等姨妈走了 你这个体重会给你一个惊喜 百合节 你现在还在用椰子油吗 椰子油 它是百分之百的饱和脂肪酸 所以它不存在被氧化的情况 所以可能影响不大 如果你买的是 橄榄油跟茶油 还有牛油果油 尽量是买铁盒 还有那种暗的玻璃瓶装的 最差最差也得要是那种比较暗的塑料瓶装的 然后椰子油 刚才说的它是饱和脂肪酸 不会被氧化 就比较安全 其实我说的不是很准确 不是被氧化 它是被太阳光照射之后 阳光破坏了 就相当于是光子破坏了脂肪酸里面的不饱和件 它实际上是被光破坏掉 被光的能量破坏掉 氧气 其实瓶子里氧气并不算是很多 主要是被光照射之后产生的这种破坏 所以椰子油还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像我们这么猪油牛油羊油 它如果凝固了放在那里 它也不会有什么氧化 也不会被破坏 相反了 像刚才前面有些朋友说的什么火麻人油 什么 还有我们平常用的什么豆油 什么色拉油 这些都是不饱和脂肪酸 这些东西就是一定 一个是尽量少加工 尽量少加热 尽量少曝光 在这个太阳光下面 氧气 尽量的隔绝氧气 所以就 这是比较讲究的地方 墨行说 看吃播能不能引起 以某素升高 以某素不会升高 但是会引起另外一个素的升高 叫做increting 我以前讲过这个话题 increting它是跟 以某素作用很像的一个 一个肠胃分泌的一个激素 叫肠酱血糖素 或者叫肠醋胰岛素 大家可以去 搜索一下这个词 这我上面这个能看到吗 increting increting 这个东西叫肠酱胰岛素 所以它跟胰岛素的作用差不多 都能让咱们把血糖压下来 血糖压下来之后 你就会觉得有点饿了 你的下求脑会觉得 哎呦 血糖下去了 血糖下去了 这个脑子不行 脑子要工作需要血糖 好了 它可以让你吃东西 就这样子来的 所以我都不建议让 大家看吃播 默心 你不要看吃播 我在今年 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指导的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还是当老师的 她在我的指导 她有个不好的习惯 她就喜欢晚上没事就看吃播 看吃播了 然后就整天跟我吐槽 说哎呀 我想吃东西 我想吃东西 我说你别看 所以这个女生 其实到后来没做好的 她的情绪控制不好 然后她怎么说呢 她觉得她自己坚持不下来 自己主动放弃了 我觉得大家 如果能够接受小毛老师 对你的这些忠告 你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 我能这么告诉大家 想成功很难 但是想失败很简单 你不要去做那些 不该做的事情 有个朋友 卢慧 他说 生通一段时间 体重一点没变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那你如果要知道问题的话 欢迎跟我付费指导 或者付费咨询 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向大家 会要求大家去做一个 会问很多问题 你光问这么一句 没办法给你一个回答 是吧 就像你开一个车子 跑到4S店去 你看我车坏了 你给我修一下吧 我哪知道你车哪坏了 是吧 怎么样也得要 插一个机器到你车里面去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故障代码吧 那我要是连 那个仪器也没有 我怎么知道你车哪坏了呢 对吧 你所以你不能减重 有很多因素啊 怎么从何分析请啊 那么小白老师一般都是 会让大家去看 我会问很多你饮食 你是怎么吃的 你是怎么喝的 你是怎么睡的 你是怎么工作的 你补济是怎么吃的 对吧 你食物都是什么肉吃的 你下班之后你干嘛 你的作息好不好 你压力如何 你有没有便秘的问题 你姨妈正不正常 很多问题都会问你啊 有些朋友就是黑白颠倒 晚上吃夜宵 然后你就搞一个什么 高脂肪低碳的一个饮食师傅 然后就指望减重 不行对吧 还有很多朋友就是 身体有很多的炎症 像我们去年 有个40多岁女生 身体很多毛病 什么子宫肌瘤 什么肺结结 还有什么卵巢 也有囊肿 什么各种 这种都是炎症 炎症是会影响你的减重的 你不去解决这些炎症的问题 光看减重 这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建议有特别有需求的朋友 就像刚才Carol 她是自己看我们的节目 自己学习 自己操作 那么她得到了一定的效果 这是很好的 很多朋友可以花点时间 去自己尝试去学习 有些朋友如果说你时间比较紧 实在是那个没有时间 去看我们节目 去听我们节目 你可以跟我约一次咨询 约一次咨询 可能两个小时 解决你的很多的疑问 也不需要你去看那么多节目 然后你去执行之后 再过一段时间 然后你觉得 你操作一段时间 又遇到瓶颈了 我们再来咨询一次 这样都可以 这样也会很快 效果也会很好 因为我们以前 就是小波老师 以前是在那个体检科 在咱们医院体检科 实习过一阵子 所以我们那边 我们那边是咱们中国第一家 低碳医学门诊 我们中国低碳医学门诊 然后全国各地的朋友 都会跑到这来 去看 就来做低碳饮食 因为现在国内不一样了 那是19年的时候 深圳这边是第一家 现在你会发现 全国各地好多地方 都开始搞什么减重 什么医学减重门诊 什么什么门诊 都是打的医学减重的 但是真正的 我们敢把 敢把低碳饮食 放在台面上的 咱们深圳是第一家 现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不管你是什么协和 什么复旦 什么哪里哪里 他们都叫医学减重门诊 他不叫低碳门诊 咱们深圳这边是叫低碳医学门诊 不一样了 然后你看那些什么协和 什么复旦 他们干嘛 他们是低支 他们是低支高蛋白低碳 然后只能短时间给你解决问题 你一段时间这样反弹之后 你还得重来 所以他用的不是一套很持续的方法 而且大家基本上用那套方法 食欲很难控制的 你必须要吃他的蛋白棒 蛋白粉 实际上还是在给他交钱 一样的 但是你说小毛老师这边的 这个营养性生童的话 实际上就是你自己去菜市场去买菜 买肉买菜 很简单的 只不过就是你要把脂肪的比例 稍微抬高一点点而已 而不是很高 高一点点而已 但是你又不用去额外买太多的产品 不用买什么产品 所以就是说 大家从时间成本的角度考虑 可以向小毛老师咨询 咱们这是付费服务 付费服务一定是帮你解决问题的 帮你分析好问题的 只不过呢 就是咱们解决一些 就是跟大家交流 然后一些小问题 咱们看到就回答 没看到就缘分 墨西你说你现在维度 维度比体重的变化大 那就是你增肌了 但是脂肪减少了 对的 好的 所以像前面有一个朋友 你说体重变化不大 你不要说什么平台7 或者什么的 你最好是有一个体脂秤 观察一下你的体脂率 观察一下你的肌肉量 如果说你的体脂还在下降 你的肌肉还在增长 但是最终只是说体重没有变化 这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所以比较建议大家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你就不要只看体脂秤 说错了 不要只去看 不要只去看体重 你要看体脂率 要看你的肌肉量 要看你的腰围围 看这些东西 多维度 你才足够的理性 才看得比较清晰 好 咱们非常感谢大家 跟咱们聊了两个小时 很久了 没想到 咱们今天直播 能有这么多朋友在线 然后有些新朋友 如果不了解小木老师是谁 欢迎去咱们主页去看一看 我有我的简介 咱们是很专业的一个生酮博主 简纸博主 也是一个健康管理师 也在医院实习过 我自认为还是比较靠谱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学习 比较靠谱的 那生酮简纸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欢迎多看一下咱们的节目 咱们这是拍胸脯 这个节目绝对是没问题 比网红博主要强多了 好好看 虽然我粉丝不是最多 但是节目质量是刚刚的 好好看 一定可以获得很多 你想知道的内容 而且是有用的内容 不是给你吐槽的 不是给你浪费时间的 有个朋友说 不吃红肉可以生酮吗 你是因为信仰不吃红肉 还是有什么特殊的爱好 偏好不吃红肉 你不吃红肉 长期不吃红肉 你会出现贫血的症状 你怎么去解决 怎么去解决 这个不是 这个如果说 网红博主反正是不跟你讲 讲这些东西的 但是等你身体出现问题 你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 你去了医院 医生会说你的 是吧 但是我提前告诉你 小毛老师 最近很多女生 特别是江浙一带的 不爱吃肉 不爱吃猪肉 不爱吃动物内脏 不爱吃鸡蛋 你问他吃啥 只吃鱼 只吃贝壳 吃点鸡胸肉 吃点什么什么 都是这些东西 他就把以前的低脂 低油低盐的那一套搬过来了 他以为加一点什么 什么坚果 加点什么奶油 就成了生酮了 不是这样子的 反正你不管是什么饮食 你最后落脚点都是营养 那美国为什么FDA会出一个指南呢 是吧 不是 美国的那个USDA出了一个指南 他告诉你 你每天应该吃多少的 这个肉 那个肉 这个维生素 每天要吃到多少 你的铁 你的铜 你的银 你的钠 你的钾 每天的最低的摄取量是多少 你都压根不去考虑这些问题 你就只管吃你的白肉 你怎么知道 你就吃够了呢 没吃够 你怎么去解决 是吧 这些都是 一般人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你只觉得 哎呀 白肉 比较 肥肉比较少 不太容易长胖 一般都是这个逻辑 但是到了生酮的世界 多听小莫老师的劝告 这位朋友 你要是觉得生酮醋衰 你就不吃呗 我也不用说服你 所以 你还 你应该去怀疑你 听说的这句话 谁说的红肉醋衰老 真的吗 咱们中国老祖宗吃了几百年 上千年的红肉了 醋衰老 咱们找的灭祖了吗 这东西有没有足够的医学证据 怎么说明他醋衰老 你醋衰老是通过什么指标 好 是的 你可以找到某一篇文章 说红肉醋衰老 但还有那么多文章说红肉不醋 不醋衰老的呢 你看不看 你怎么判断 对吧 这个就像说 相当于你要买电动汽车 有人说电动汽车好 有人说电动汽车不好 你信谁啊 你信谁 这个真的是 我很难说服你 我不想试图说服你 我只能告诉你 我是吃红肉吃出来的 然后我也不觉得 吃红肉会醋衰老 我40岁 我觉得我这个状态挺好的 你注意啊 我现在没有打滤镜 我没有滤镜的 这个就是 这一点光而已 我没有打滤镜的 我觉得我的状态很好了 是吧 如果你觉得你缺铁了 你的姨妈没了 你姨妈量少了 你还不好好反省一下 这是很直接的问题 你既然不选择当和尚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天天吃白肉啊 或者说你因为什么信仰的问题 去什么的 我们之前还有很多朋友会问 说小孟老师 我我是素食 我信佛 我能不能做生铜 这个很艰难 真的是很艰难 很艰难 你要花超大的价钱 去买一些别人给你特意准备的食材 你才有可能生铜 但是你还面临的营养不足 还得买各种各样的补剂 这简直就是折腾 我就希望不要去 是吧 不要这么折腾 我就 我就说 再倒退一万 咱们再退一万步 你素食生铜 我把你扔洗澡 你再怎么生铜啊 再试试 你素食生铜 我把你扔洗澡 你怎么素食生铜 你脱离了 现代的这个工业发达的这种城市 你根本没办法做素食 纯素食 也许能做纯素食 但是你做不了素食生铜 很难 对吧 你做那些素食生铜的那些食材 都得要像国外一些 有专门的食品厂商 给那些vegan 做那些刨去碳水的那些 什么大豆制品 刨去碳水的那些什么坚果 不叫坚果 什么各种各样的粉 都是刨去了碳水的 那是经过加工处理的 那一定是相当的贵 同时营养匮乏 你还得再花很多大价钱 去补充营养 你得买很多不计 不行 这我觉得是很傻的一种做法 然后你像阿波罗你说 比较爱吃羊肉 可以啊 你可以吃羊肉 可以的 你爱吃什么肉 吃什么肉 你不吃猪肉 就不吃猪肉 因为有些人是回名 都不吃猪肉 那可以啊 你吃猪肉 你吃羊肉吃牛肉都可以啊 你甚至你可以去吃些什么鹿肉啊 都可以啊 然后你适当的 把那个白肉 什么鸡鸭鱼 你适当的吃是可以的 但是你都已经贫血了 你更应该把羊肉放在主要的位置 羊肉 以及羊肝 羊心 这些特别有营养的部位 多吃 你去把那些鱼肉 鸡肉 什么虾肉 放一边去 你一周最多吃一次就好了 这是我对你的建议 直播间的朋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关注啊 好 大家晚安啊 晚安 大家拜拜 晚安